我是維安特勤隊 你給我出來 他有喊 我是維安特勤隊 我獻你溫中一下投降 我們要強攻 那種氣勢 其實是我們該訓練的 爬出來 爬出來 他可以穩定 堅心 他是與生是主 他是存在最前面的 遇到任何狀況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你不會應付 賽會指示 你就聽他的就對了 捉拿十大藥飯的現場 都會看到一個人高馬大的身景 他是特勤維安分隊長 黃師傅 我個人是有參與張清明 還有林明華 還有陳敬雄的圍捕 幾個重大圍捕攻堅現場 他無意不渝 他這個人意高 膽大 而且心細 南征北逃 驍勇善戰 攻擊復刻 沒有退借過的好戰略 破門對峙的現場 他永遠像是一顆定青丸 有他在就對了 從民國93年 一直到96年做中間 經過好多次的一個槍戰 他是以身是主 他是存在最前面的 遇到任何狀況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你不會應付 賽會指示 你就聽他的就對了 2005年 破門對張錫民開第一槍的是他 非常重要 後來張錫民也講 他看到說他們在開槍的時候 竟然還有人敢來拉開鐵槍門 義無反顧吧 就衝到前面去把那個鐵門拉開 讓通人趕快進去 他說他碰到橫角色了 他說完了 我想說既然他都已經這麼做了 我們也是二話不說 只能是往前的 同年潛水灣圍捕靈民化集團 壓制歹徒活力 活歹李嘉軒的也是他 在潛水灣他看到槍管 他立即把前面那個頭輪拉出來 沒有他拉出來 那個頭輪就順子了 李嘉軒走出來的時候 當下用手指頭放進去護攻 甚至從側面就這樣子 把他的槍弄下來 2006年 帶頭圍捕張錫民黨體的也是他 我是維安特勤隊 你給我出來 潘友涵 我是維安特勤隊 我獻你一文中一個投降 不要強攻 那種氣勢 其實是我們該訓練的 爬出來 爬出來 他可以穩定 儘心 讓同仁有信心 大家不要急 好像有靠山再一樣 慢慢來 手下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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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先保持 空先保持 來 唱 來 唱 抱哩 抱哩 來 到今天 我們只要聽到三位 再喊話 在喊話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變了震驚 他帶著的同步 我們叫他三位師父 就稱他為師父 我們叫三位義主席 他是我們跆拳的請問的教官 黃師傅 升高181 跆拳道八段 拿下了多面国际跆拳赛的金牌 他选择更大的战场 维安特勤 靠着跆拳八段的厚底子功夫 练就一身胆势跟反应 人称维安特勤战神 全国霹雳小组的眼中 他都是教官 短短四年 他带着维安弟兄抓了四个十大要犯 黄叔带着维安分队 在那时候应该是我们国内 最有实战的一个维安部队 有他们出现的现场 那往往是棘手的重案 他们总是低调无声 全副武装 只露出一双眼 让人家看不清楚 这个人是谁 只看到是一个非常精干的 非常快速有环境有能力 专业的一个攻坚的同样 这些同情其实是我们 最敬佩的无名英雄 那几年 黄师傅带着弟兄攻坚 每一次都像是 背着自己的神主牌出勤 其实说出勤不会害怕 真的是假的 因为毕竟我有家庭 可是当穿上这件衣服 你要执行这个侵入 你就不能把自己的生死 挂在前面 不管今天这个门进去 那三大大都没有办法对你开枪 你不能去考虑他 你只能想办法说 我一定要进去 2004年6月 台中市警匪枪战 一次折损了两位小队长 黄师傅带着维安弟兄加入围捕 面对的是已经杀红眼的绑匪 这局面怎么收拾 训练就回归来 为什么3A一直要给我们做训练 去强调 那重点就是要我们保护好自己 才有办法去营救人质 我们在每一次的实战的枪战攻坚以后 我们回到队上 我们大概都还会去做一个情务检讨 而且他都把它做成案例教育 在下次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重新再犯那种错误 第一时间他们都不会中断 可是这个角度啊 都是杀伤自己 你站在这里跟站大方这个道理是一样 好像都用成反 不会因为你站在这个纪律眼 就不会中断 施教所有的同仁 有参与的同仁 检讨得失怎么改进 没有参与的同仁 让他们也从中随到经验 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打开以后 进去看一下 诶 那个在干吗 因为我看到他不知道 我怎么表示那个人是蓝是你的 我告诉你这个是糟糕的 这个是糟糕的 你这样跟他讲的时候大概都知道了 这个就是你们小组的默契 你们小组的默契 我们就是需要这些食物的累积 他在我们中达那边没有什么特殊的训练场地 他也没有什么经费 他自己去花了一点点钱 做来一个非常简易的室内战斗场 所以他除了扶勤以外 工签以外 平常他就带着中达的委员同仁 在做实战的 等于做实战的一个训练 他就想平时多训练 到真正用得上的时候 少摸取 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跟模拟 只希望下次的出勤能全身而退 出去生命是每个兄弟的生命 他要把它负责 一起带出去 要把它一起带回来 这一天 票汉的维安特勤全员集结 又有任务了吗 队伍当中却读不见他们的撒耶 四十八岁的维安战神 再也不能为大家讲对 他都很照顾底下 我比较舍不得是说 这么好的一个长官 那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而毕业了 将来身强体健的黄师傅 2014年3月13号这一天 长寻到一半突然倒地不起 他向来见状太突然 这样一个英雄人员 在人生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刻当中 瞬间倒下 站起 这一天 保一总队用国旗为他副官 表彰他对治安的贡献 我只能讲一句话 真的是英雄 怀势 令人不胜虚虚 我觉得如果时间能够再重来 我能够再 陪他们再打一场仗 我觉得我都愿意 这一天 黄师傅捉拿十大要犯 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 农村子弟成了维安战神出生入死 他对维安特警队他非常有感情 他虽然离开了 他就想说 好不容易建立这个平台 结果把他放弃掉 他是一直耿耿于怀 这个问题就是他的经验 他怎么把他传承给下面新进来的 这些学弟们 以前学长他是怎么样 从事这个工县的任务 48岁的他对于维安特警 还有很多想法 搞不好这十年内 不会再有任何像张心灵 或者李明华集团 这么大的犯罪集团 这些年纪稍微有 以后到了戒林 离开了维安特警队 但是他的后路 并没有说受到上面的重视 他离开了可能是 因为是保育总队 他变成是一般的自御园警 就像现在的学员一样 他就是站在学员 欠免拿个盾牌 他本来是拿挡子弹的盾牌 结果变成拿 要对之一般抗争 民众的一块盾牌 那个感情就不一样 他空有一身功夫 但是他的维安特警队 衣服脱掉了以后 他就变成一般自御园警 但是他想要化会的时候 问题是他没有那个舞台 因为他已经把那个 维安特警队这块衣服脱掉了 黄师傅毕业典礼的帐篷下 是他人生最后一场情教 他带队官不会站在后面 他通通就带头在前面 换上笔挺的维安特警制服 就像每一次出情 有去参与这个情人都认为 我跟他做一件做意义的事 仿佛听见撒烟这么叮咛着 平时多训练 用时少留学 因为你如果没有去参与 他第一个他没有参与感 你有参与的话 你说几年以后 你再回忆起来 我就是有参与这个 然后去救一个小孩子 对我来讲 在我的这个憧憬当中 我感到有点光荣 最起码为社会 我这个做一点事情 仿佛远方还有一堵墙 一扇门等着他破 只是这一趟他要独自前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